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2024年10月22日美国股市的波动情况 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两天下跌 这让人不禁思考市场的未来走势 而纳斯达克指数则因科技股的强劲表现略有上涨 这是否意味着市场的分化正在加剧 接着我们将探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对股市的潜在影响 无论是副总统哈里斯还是前总统特朗普当选 专家们对未来的预测各有不同 特别是在税收政策和监管环境方面 这将如何影响股市的表现 最后我们将关注麦当劳因大肠赶军疫情导致的股价下跌 这起事件是如何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以及公司未来的表现 这一切都让我们想知道股市的波动是否预示着未来的变化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中 投资者需要保持冷静 仔细分析每一个数据背后的故事 才能在这场股市的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2024年10月22日美国主要股指的表现 以及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对股市可能带来的影响和近期的一则重要企业新闻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 2024年10月22日当天的股市表现 这一天美国的主要股指呈现出一种混合的结果 市场情绪如同秋天的天气 变幻莫测 标准普尔500指数 S&P500略微下跌不到0.1% 这标志着一个半月以来首次连续两天的回调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Dell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几乎持平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NASDAQ Composite则上涨了0.2% 这种市场状况反映了投资者的犹豫不决 这一天 微软等几家大型科技公司的股价上涨 推动纳斯达克的上涨 这使得科技板块在这个动荡的市场中成为亮点 与此同时 通用电气航空的财报业绩不佳 收入低于预期 其股价因此下跌 而在另一方面 通用汽车的表现超出市场预期 迎来自2020年以来的最佳交易日 这样的对比 让市场参与者有些措手不及 具体数字上 标准普尔500指数 下跌2.78点 收于5,851.20点 道琼斯指数 下跌6.71点 收于43,924.89点 那斯达克指数 则上涨33.12点 收于18,573.13点 而小型公司的罗素2000指数 则下跌8.18点 收于22,31.53点 周纳表现来看 标准普尔下跌0.2% 道指下跌0.8% 而那斯达克上涨了0.5% 年度累计来看 这些指数都呈现出两位数的涨幅 尽管市场本周表现乏力 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 市场波动 是否预示着未来的变化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环境中 投资者需要冷静和深思熟虑 在将目光转向即将到来的 美国总统大选 市场对候选人 卡玛拉 哈里斯 和唐纳德 特朗普的政策取向非常关注 两位候选人若当选 可能会对股市产生不同的影响 标普500指数 今年已上涨超过20% 那斯达克上涨23% 道琼斯上涨14% 专家普遍认为 无论谁当选 股市可能会继续上涨 但政策取向的差异 可能会影响不同板块的表现 特朗普若当选 他计划延长现行的企业减税政策 并放松监管 这可能会刺激企业利润 和推动股市上涨 然而 他的某些政策 例如对所有进口商品 征收高达20%的关税 以及计划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 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这些措施 可能导致消费价格上升 劳动力短缺 并对市场表现构成威胁 相反 哈里斯若当选 他计划提高企业税率 并继续强势地监管政策 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企业利润 从而对股市增长造成压力 然而 哈里斯的政策 可能会有利于可再生能源 和相关技术产业 这一领域 可能在其领导下蓬勃发展 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 股市长期表现 还取决于更大的经济力量 而不仅仅是政治政策 最后 今天我们还关注一则 来自麦当劳的新闻 由于与其四分之一棒 汉堡相关的大肠赶军疫情 麦当劳的股价 在延后交易中下跌了约9% 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CDC 报告显示 这次疫情 已导致10人住院 1人死亡 涉及10个州 麦当劳已撤回相关成分 并暂停在一些州的销售 大肠赶军的爆发 对企业生育和财务 都会造成影响 这也提醒我们 食品安全 对于餐饮企业至关重要 总体来看 无论是股市波动 总统选举 还是企业面临的 食品安全问题 这些都在提醒我们 市场的不确定性 以及应对变化的必要性 投资者应该继续关注数据 和政策变化 以便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感谢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股市及股票市场 是一个由股票 债券 证券等金融产品买卖构成的市场 股票市场 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企业提供了筹集资金的途径 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投资 增值财富的机会 股票市场不仅反映经济状况 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风向标 现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 起源于17世纪的荷兰 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阿姆斯特丹 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批股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股票市场逐渐扩展到全球各地 18世纪的伦敦 与19世纪的纽约 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和纳斯达克 NASDAQ 是当前全球最为知名的两个股票交易平台 它们分别代表着传统的交易所模式 和电子化交易平台的代表 股票市场的主要功能包括 为企业筹集资本 为投资者提供投资选择 促进资本有效分配 反映和预测经济变化 企业通过在股市上市发行股票 可以筹集发展所需的资金 而投资者则可以通过购买股票 获得企业的部分所有权和收益权 股票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性 也有助于确保资金流向最具效益的企业和项目 股市的运作涉及多个参与者 包括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 公司 政府监管机构 证券分析师等 个人投资者 可以通过经纪公司或线上平台买卖股票 而机构投资者 如养老基金 对冲基金等 则在市场中扮演更大规模的角色 政府和监管机构 则负责制定和执行相关法规 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投资者权益 股市以交易时间长短 公司规模 地域范围等不同标准 划分为不同类型 例如 按交易所不同 可以分为主板市场 创业板市场 根据地域 可以划分为国内市场 国际市场等 主要的全球性股市指数 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标准普尔500指数 日经225指数等 则是衡量特定市场表现的重要工具 股市的发展 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经济周期 货币政策 政治环境 市场情绪等 经济复苏或增长时期 通常伴随着股市的繁荣 而经济衰退 可能导致股市下跌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例如利率调整 也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预期 和市场流动性 此外 政治事件和市场情绪波动 如战争 选举 金融危机等 都可能导致市场剧烈波动 近年来 随着科技进步 和互联网普及 股票市场交易方式 发生重大变革 线上交易平台 和移动应用程序 极大的方便了 个人投资者的参与 交易成本降低 市场信息变得更加透明 和及时 同时 技术分析 算法交易等 现代化工具的使用 使得市场效率 进一步提高 但也引发了对市场操控 和稳定性的担忧 总的来说 股票市场 是一个复杂 而充满活力的系统 它在推动经济发展 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投资者 在参与股市时 应具备良好的风险管理意识 和市场分析能力 以便在这个充满机会和风险的市场中取得成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篇文章令人担忧地揭示了麦当劳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 对其股价的重大影响 尽管大厂赶俊爆发的具体原因尚未查明 但麦当劳的反应显得相对迅速和负责任 尽管正是由于这个事件 其股价在延后交易中下跌了约9% 这种股价大幅波动充分显示了市场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敏感性 尤其是当涉及到像麦当劳这样的全球快餐巨头时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企业在供应链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进一步加强措施的重要性 这不仅关乎消费者的健康 还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财务表现和市场信誉 在总统选举的背景下 股市的前景似乎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变数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当选 市场的反应可能都不只是单纯的上涨或下跌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市场刺激 但其高关税和国内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可能对长期经济稳定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 哈里斯若当选 其政策可能会更加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科技创新 这可能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但企业税上调和更严格的监管则可能削弱企业利润 这些政策差异让投资者需要在政策变动中寻找最适合的投资策略 从整体上看 美国主要股指在这一天的表现凸显出市场正在经历一段不稳定期 尤其是在竞选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压力下 标普500和道指的微幅下跌再次提醒投资者 市场的牛市并不会一帆风顺 投资者需要随时准备面对波动 尽管纳斯达克指数因科技股的强劲表现而上涨 但这反映出现代市场对于技术创新和领先公司依赖程度的加深 就如同这一天的股市走势 未来的金融市场似乎也将在多元化的政策背景和全球经济挑战下 不断迎来新的波动 因此投资者应保持警觉 并在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基础上 灵活调整策略以应对未知的市场动荡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搜 Gandalf